鼻子癢癢 急氣 為什麼打噴嚏的時候大家都會閉上眼睛 又為什麼有人一看到光就會打噴嚏呢? 本集就讓關鍵評論網的TJ 帶你一鍵解壓縮 說到打噴嚏 這可不是感冒專屬的症狀 當開心的在濃湯裡面撒上黑胡椒 或是一陣冷風迎面吹來 甚至是在春冷花開的時候走在路上 都有可能讓你大打噴嚏 奇怪 為什麼噴嚏總是不挑場合又無預警的出現呢? 打噴嚏其實是身體最常見的生理反應之一 讓人們接觸到像是花粉、塵蟎、灰塵等過敏源的時候 就會想要打噴嚏 來幫助身體去除鼻子或喉嚨中的刺激 可別小看這個反射動作 打噴嚏也是身體抵抗細菌或是異物入侵的第一道防線 而這道防線又是怎麼啟動的呢? 首先 噴嚏的誕生是從鼻黏膜接受到外在的刺激開始 不管是灰塵還是異物 鼻黏膜受到的刺激會傳到鼻鮮毛 再經由三叉神經傳到腦幹 這時候就會進一步的觸發兩個不同的神經訊號 一個會透過運動神經到達 咽喉和呼吸機讓我們打噴嚏 另一個訊號則會透過副膠感神經傳出去 增加鼻涕和淚液的分泌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打噴嚏後 還會有淚眼汪汪或流鼻水等副作用的原因 雖然噴嚏總是來衝衝去衝衝 不過事實上要打出噴嚏 身體也是經歷了一些步驟 當腦幹接受到神經訊息後 我們會大口吸入空氣 接著壓力開始在胸部累積 等到集氣完成嘴巴再次張開時 空氣會高速上升通過呼吸道和鼻子 同時胸部肌肉和橫膈膜都收縮 才會讓我們完成一次哈啾 這時候水、綿液和空氣 會以每小時160公里的高速 從鼻箱和口腔衝出來 變成數不清的飛沫 好排除過敏原或是其他髒東西 看完了一個噴嚏的誕生 相信大部分的人還是沒有發現 自己打噴嚏的時候 其實會不自覺地閉上眼睛 這就是為什麼呢? 難道怕打噴嚏的時候眼球噴出來嗎? 打噴嚏會讓眼球掉出來的都市傳說 可以回溯到19世紀的《紐約時報》 有篇報導聲稱 一名女士因為猛烈的打噴嚏而導致眼球疑味 醫生則認為是因為來不及閉上眼睛才發生慘案 不過別擔心 在醫學發達的現代科學家已經澄清 打噴嚏時釋放的壓力主要是累積在血管中 即使張開眼睛頂多導致微血管破裂 但要讓眼球噴出來還差得遠呢 至於為什麼打噴嚏會閉上眼睛 科學家還沒有結論 只能推測這可能是一種保護機制 當身體發現鼻子中有異物而用打噴嚏的方法來排出時 眼睛閉上或許可以防止過敏原或細菌進入眼睛 這樣說起來啊 打噴嚏時閉上眼睛其實是因為身體的自然反射 並不是絕對 如果你天生反骨還是可以用意志力 在打噴嚏的時候硬勢張開眼睛 不過啊 當你還在努力不閉眼睛打噴嚏的時候 有些人則是因為張開眼睛看到強光就打噴嚏而困擾不已 這種看到強光就打噴嚏的疾病 全名叫做體細胞顯性遺傳性強迫性日光四神經噴發綜合症 我知道你已經記不住 還好它可以簡稱為 或者是光明性噴嚏反射 這是一種因為強光而引起連續打噴嚏的疾病 患者一次少則兩三個多的話一次連續打40個噴嚏都有可能 雖然這個病名很吸睛 但老實說 因為症狀通常不會對生活造成太大的影響 所以到現在都還沒有太多的研究生過 目前知道的是 世界上大約會有11-35%的人會受到強光影響而打噴嚏 而從病名上可以知道 這是一個顯性的遺傳疾病 只要父親或母親是患者 那麼子女就有一半的機率得到光明性噴嚏反射 不過有趣的是 雖然這些人打噴嚏的反應是被強光觸發 但是重點並不是那個光 而是光線強度的變化 所以長時間待在辦公室裡 對患者不會有影響 但如果是從陰暗的室內走到陽光下 就有可能開始打噴嚏 有症狀的人也別太擔心 見到光就打噴嚏這件事情 對健康沒有影響 患者大多可以和這個症狀和平相處 只是在某些情況下 還是要注意突然接觸到強光時 可能會造成的危險 像是在陽光普照的時候 開車從隧道出來 這時候強光引起的噴嚏反射 就有可能讓駕駛沒辦法好好控制方向 或是在看牙或手術時用強光對準患者 同樣可能因為引發噴嚏反射而造成危險 雖然見到光就打噴嚏這個症狀 目前沒有治療方式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 還是可以用太陽眼鏡或帽子 來避免突然的強光照射 而引起一發不可收拾的連續噴嚏 不管引起的原因是什麼 打噴嚏畢竟是人體的保護機制 雖然有時候我們想忍住打噴嚏的衝動 但為了健康著想 我們還是大力打出來吧 前面提到打噴嚏的時候 空氣和飛沫會以高速衝出口鼻 如果為了矜持而忍住噴嚏的話 原先向外釋放的壓力就會由身體吸收 而且壓力還會是正常打出噴嚏的5-24倍 這可能引發耳膜破裂中耳發炎 如果本身有動脈瘤忍住噴嚏的壓力 還有可能讓動脈瘤破裂而造成生命危險 這樣看來忍住噴嚏實在不是一個好選擇 影片到這裡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下喜歡 別忘了按追蹤按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影片 感謝乾爹乾媽的熱烈支持 讓我們頭好壯壯繼續長大 想要支持我們或是看更多幕後花絮嗎 會員就差你一個 一片雞排的價格 就能享受專屬影片的特權 欸還不買爆 undert了 結束して 我們請在最新影片